全新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仲玉 拜登明年1月正式入主白宫 现在他已经开始组织自己的执政团队 抢先公布六大重要内阁 不过却被美国媒体发现 这份名单内情不单纯 因为拜登主义的这些团队人选 有不少人都是出自一家 叫做西方咨询的战略顾问公司 而打开来一看 这家公司简直就是拜登的干贝除步中心 而公司核心团队清一色的 都是这些前政府的高级官员 并且在拜登竞选总统的时候 发挥了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 那这间西方咨询顾问公司 到底是做什么的 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里面清一色的都是前朝官员呢 好 根据西方咨询 他们自己在自己的网站上面描述 他们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提供政策的专业知识 每一个产业 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非常多非常多专业的知识 政治方面当然是如此啊 不管是人脉或者是很多很多 这个管道 其实你没有常常在这个管道当中打转的 其实你真的会没有办法 这个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个政治圈当中生存 所以呢他们说他们是主要要提供你很多政治的专业知识 如果你不知道你来找他们而根据合作 那付钱好得到了服务 你就可以和得到很多的专业知识 能够协助你们这些商业领袖进行正确的判断 现在有提供这种服务的顾问公司啊 也被美国媒体称作是等待入阁的公司 因为呢这间公司成立的时间不算久 2017年才成立的 但是公司用人的标准很明确 都是一些刚刚从政府工部门卸任下来的高等官员 就是说你们这些高等官员 从这个政府部门退休下来之后呢 你就到了这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你做的业务就是很多很多的商业领袖 如果想要知道政治圈的妹妹嘎嘎 他们就来跟你寻求政策方面的专业知识跟协助 那你就会告诉他啊 比如说国务院你要怎么打交道 国防部你要怎么打交道 国安局等等等等 政府的这些核心单位 你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 那就是因为这个西政咨询 都是由一些退役的政客组成的 所以他们在政治领域当然相当熟悉 好多好多以前说不定都还是他们的手下呢 所以他们提供所谓的风险规避服务 告诉你哪一条路 尽量不要走 那里可能会有比较多的风险 那比如说他会跟你解释 国际法是怎么回事 那整个地缘的政治趋势 你该怎么样在你的商业当中来进行布局 而另外呢 他们也替高科技的产业 还有工部门牵线 我以前在政府工作 我是官员 或者是我是某部分的负责人 那现在因为我跟里面的人很熟嘛 所以你如来找我 那我就替你们牵线 看看有没有办法拿到一些案子 同时呢 私人企业因为要跟政府打交道 好多好多行政程序不是很复杂吗 所以他也可以帮你简化企业跟政府之间交涉的行政程序 所以看得出来 主要业务这根实际任务 他就是帮你在政治圈当中 怎么样建立人脉 怎么样打好关系 那这间公司看起来 好像是在进行一个政治方面的体系 帮助这些商业领袖 但是因为所谓这些退役的官员们 本身会不会有一些旋转门 或者是利益输送的问题呢 那这家公司被美国媒体爆出来之后啊 美国媒体直批 他觉得他们根本就是明目张胆的在专漏洞 好 那与其说你是一间顾问公司 还不如说你是一家游说公司来的更贴切 那就这么刚好 西政咨询的创办人之一 就是我们最近这两天一直在谈的 未来的准国务卿布林肯 他是拜登公布 是下一任国务卿的人选 而他居然就是这一间西政咨询公司的创办人之一 不止他跟西政咨询有关系 还有我们的准国情总监海恩斯 他呢也是跟西政咨询里面在担任某一些职务 还有还有传闻当中 这个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 弗鲁诺伊 他也跟西政咨询有关系 所以咯如果拜登你公布出来的这个名单 这个内阁组合 结果去看他们背后的背景 都跟这个西政咨询有关系 大家开始在想了 你以前在帮这些商业领袖 你以前在帮其他的这些人跟政府签关系 那你有没有自己从中得到利益 如果有那这当然会有问题 如果就算没有 但是这些客户在跟你接触之后 跟你比较熟了 那你以后入阁会不会在做政策的时候 有偏颇不中立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大家就担心了 以顾问公司之名 以打心通关之时 所以你入阁之后 会不会失去了公平的态度呢 这些被你服务过的政商名流 利用这层关系来找你疏通 那你要维持的高度中立会不会有失公平 现在不管是美国的媒体在骂 或者是非盈利监控组织的总监 这个史密斯伯格 他说如果这些人真的来领导未来的内阁 因为西政咨询就像一家贩卖影响力 贩卖人际网络的公司 到时候他们来统领无教大厦 很有可能就会受到这些利益团体 非常大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一家政治领袖的专家麦基 他也说了 就法律上来看 你们原本担任这家公司 那你是创办人 你是里面有关的这个职务人员 法律上好像是没有违法 但是在道德方面 非常难让人信服 你如果要自清 你如果要大家相信你们这些人 完全没有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那就请布林肯 你们这些准内阁主动公布出来 你们以前在这家公司的时候 曾经服务过哪一些客户 你把清单列出来 那大家以后就可以监督 看看你有没有图利这些厂商 除了准国务卿布林肯之外 还有一个另外受备受争议的人 弗鲁诺伊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这个所谓的准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 他呢 其实也是西方咨询的另外一个创办人 好就是他弗鲁诺伊 据传呢 这一次是拜登提名的国防部长热门人选 弗鲁诺伊 他在2009年 其实在欧巴马时代 就曾经担任过国防部长 好 其实他是欧巴马的人马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 拜登这一次公布出来的名单 几乎都是欧巴马的老将 那他呢 就是当初欧巴马在当任总统的时候 他的国防部副部长 国防部副部长 那他是美国历史上 五角大厦里面最高职位的女性 那据传 他呢 就曾经牧师了10万美元 给拜登竞选团队 而且他还为军工企业提供一些顾问的服务 所以曾经协助这个军工企业 向五角大厦推销订单 这里面有没有利益输送呢 所以有很多的外交人士就担心了 如果接下来他回国甚至变成了国防部长 他又统领的是五角大厦 是负责的是美国的国防安全 那他的决策会不会受到这些军火商的利益影响呢 大家很担心 所以有一扯再扯背后的蛛丝马迹 整个风波越滚越大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热门的国防部长人选 就是美国的前国安部长强森 好他的面孔大家也不陌生 他目前为止是全球最大的国防工业商 这个洛克希德马丁的董事 那既然他是董事的成员 那如果他真的最后脱颖而出 都变成美国第一位非裔的国防部长 外交人士也担心啊 那你会不会跟一个国防工业 这个过从甚密 有这样的疑虑呢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西方咨询公司的争议 那准国务卿布林肯 除了这个争议之外 最近还被爆料 说他曾经收获中国的巨额捐款 一样大家也担心 如果你收到中国的巨额捐款 那你以后的态度是不是就变得很轻忠呢 好准国务卿布林肯 他呢在宾州大学担任拜登中心的董事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这个宾州大学 宾州大学为什么会有一个 所谓以拜登为名的外交中心呢 因为拜登他不是2016年下台之后呢 川普上任嘛 那他跟着这个欧巴马下台 下台之后呢 他就受到了宾州大学的邀请 邀请他来这里呢 开设一个所谓的拜登外交中心 他们原本的用意是希望说 因为拜登是美国的副总统嘛 那当然以他的高度 以他的专业知识 应该能够为美国培育很多 外交方面的人才 所以呢就设立了一个 宾州大学的拜登外交中心 那这个外交中心 谁是跟他过从胜密呢 就是布林肯 布林肯在2019年加入了拜登的竞选团队 那这个外交中心呢 2016年不是他这个拜登下来嘛 那2017年成立 所以呢他现在就变成了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心成员 但是后来却被发现 他在担任这个董事的时候 曾经收了中国人的钱 他被报曾经收到了匿名中国的捐款 而且前前后后加起来 总共有2230万美元 新台币6亿 哇这个拜登中心成立之后 有很多匿名的捐款 因为有一些捐款会登记 有一些捐款好像走的比较像旁门左道 所以呢并没有登记 所以呢这前前后后2000多万美元的这个捐款 所以虽然这个所谓的捐款 从账面上来看是合法的 但是问题在哪 就是说如果这些中国捐款人 当时早就已经知道拜登可能要参选总统 那到时候如果拜登胜出 就可以在未来官员当中建立联系 那如果你布林肯 还有你这个拜登中心 长期接受中国的政治现金 会不会就因此影响到了美国接下来四年的外交政策 而且美国的教育法规定 你一个大专院校从外国接获捐款或者是签合约 只要这个价值在25万美元以上的 你就一定要向联邦政府来申报 可是联邦政府的资料一打开来看 拜登中心完全没有捐款的申报记录 不过拜登说指控不实 他说我们从2017年成立以来 只有收过三笔不知名的捐款 而且总额只有1100美元 里面根本没有中国人的踪迹 所以您认为这个布林肯 真的有长期接受中国的捐赠吗 那他会因此就态度大转弯 把美国现在反中变成亲中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 请不吝点赞分享